普通的声音里,那具沉重的尸体重重砸在了地板上,也砸在了布里尼尔男爵和路易斯等人的心中。 布里尼尔男爵站了起来,望向卢米安脚旁的那具体,看见了茂盛而杂乱的褐色头发,偏长的双手双脚和巨大厚实的身躯。 那正是铁锤艾特。路易斯的瞳孔已然放大,不敢相信摆在咖啡馆地板上的尸体属于那个萨瓦党的叛徒。 晚餐之后,男爵才把那件事情交给夏尔去做,而现在还不到十点,更为重要的是,这边才整理好完整的情报和提高功率的武器,还未来得及交给夏尔。 他就把任务完成了。而且,铁锤艾特是真正的非凡者,比之前那个威尔逊更加强大,还不像玛格特一样,完全没有防备,身边总是跟住一群人。 结果,男爵交代了任务后,他连三个小时都没有活过,这和去老实人市场买了一头猪回来杀掉有什么本质的区别。 即使是男爵亲身动手,也没这么容易和简单,甚至很可能失。 路易斯的目光从尸体移向了夏尔的脸孔,仿佛此时此刻才真正认识这个乡下小子。 马格特被他吸掉,可以说是大义,没有提防中了毒刀。 威尔逊被他击败,可以说是那个家伙实力不强,又被堵在了房间内。 但铁锤艾特是战斗能力不比男爵差多少的非凡者,又一直提防着萨瓦党可能的暗杀,绝不会有任何疏忽。 可这样的强者还是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被夏尔给干掉了,他到底有多强,他的极限在哪里,和男爵比起来,究竟谁更厉害? 一连串的疑问难以抑制地在路易斯的脑海内闪过,他望向鲁米安目光不知什么时候已位居满地。 其他打手同样如此。 布里尼尔男爵视线不断地在铁锤艾特的尸体和鲁米安脸庞之间移动,想看出对方作弊的痕迹,对他自己来说都称得上困难的一个任务,就这样被鲁米安轻轻松松,简简单单完成了。 铁锤艾特有那么好杀,早就想惩戒叛徒的萨瓦党,怎么会让他活到现在? 这个家伙比我推测得更加可怕啊,无论实力,心智,还是行动能力,把握机会的能力都不比我差。 他身上应该藏着一些秘密,不像外表看起来这么简单,布里尼尔男爵勉强压住了内心起伏的情绪,找回了往常引以为傲的清醒,理智和智慧。 他露出笑容,壮弱平常赏的夸鲁米安一句,表示会将他对萨瓦党的供告诉老大,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,布里尼尼尔男爵表情一鸣,望着鲁米安道,还有别人知道你杀了铁锤艾特吗? 鲁米安坦然挺多的。 布里尼尼尔男爵的脸色一下就变了,失去了那种文质彬彬,对任何事情都似乎很有把握的气质。 这一刻,他想怒骂鲁米安,你FXXX的脑子是不是被尿给填满了? 有那么多人知道你杀了你铁锤艾特,你还把他的尸体背来威风舞厅背到我面前来,你这个脑袋塞进屁股里的家伙。 难道没想过那些人会去通知黑蝎罗杰,没想过他会追杀到威风舞厅,做一次对等报复,你以为我能对抗黑蝎罗杰吗? FXX我会被你害死的,你TMD应该去地下特利尔找个角落躲起来。 趁着布里尼尼尔男爵平复起呼吸,没有个骂出声,鲁米安一脸放松地笑道。 铁锤艾特的手下现在应该已经找到黑蝎罗杰了, 只有男爵你这里才能给我提供足够的保护。 男爵,你不是做好了毒磁帮有可能疯狂报复的准备, 才让我去猎杀铁锤艾特,光头和矮角竹台三个人之一的吗? 布里尼尼尔男爵被对方的问题堵得满嘴都是苦涩滋味, 意识静不好让鲁米安赶紧滚蛋, 针对毒磁帮可能会有的疯狂报复。 他是提前想好了两个预案,有足够的把握让自己不陷入危险之中。 至于巨人,西蒙,老鼠,克里斯托这些人被弄死,那不是好事吗? 但问题在于,他还没来得及做准备,没来得及启动预案啊。 他是打算明天上午把情报和武器送到金鸡旅馆后, 再是情况决定该有怎样的应对, 反正袭杀独自帮任何一个头目都不是简单的事情, 没有好几天的时间,恐怕连门都入不了。 谁知道鲁米安这个疯子才接了任务,就去找铁锤艾特了, 一点也不担时间,不做事前的侦查,不进行相应的物资准备, 不等待真正机会的出现。 更气人的是,那个家伙然还成功了, 仅仅几个小时就把铁锤艾特干掉,将尸体换到了威风舞厅。 FSSF,这还醉人吗? 这就造成,现在他时准备都还没有做好, 一旦黑鞋罗森来袭,他很可能得给铁锤艾特陪葬。 剑布里尼尼尔男爵为作回答,脸色阴沉的,不知在想些什么, 鲁米安心头就一阵暗笑,他把铁锤艾特的尸体背到威风舞厅, 背到布里尼尼尔男爵面前,可不是为了装酷耍帅, 也不是的震慑这名黑帮头目和他的手下, 他的目的就是把黑鞋罗杰等独次帮强者引过来。 布里尼尼尔男爵要是死了,他的位置就空出来了, 需要一个有足够实力的人来做, 到时候又能打又有贡献,又帮过红靴子, 情人的夏儿肯定是最热门的人选, 至于自己会不会也被黑鞋罗杰干掉, 鲁米安倒是不怎么担心, 他的衣兜内就装住K先生的手指, K先生应该不会介意我改变他手指的用途, B我这也是为了完成他的任务。 鲁米安悠然想到, 反正苏珊娜马蒂斯的威胁短时间内还不会到来, 之后可以再找别的办法, 说不定K先生见他任务完得足够好足够快, 再给他一根手指呢? 布里尼尼尔男爵脸色变换了几下后, 推开身后椅子, 快步走向了位于咖啡馆吧台位置的一个铁色机械保险柜, 他拧动旋钮,输入其密码。 鲁米安略感移地看住, 眉毛微不可见地挑了一下, 布里尼尼尔男爵这是要拿什么东西出来, 带上现金逃跑, 或者说他有封印物, 平时不敢随身携带, 怕负面效果太强, 只能放在保险柜内。 很快, 布里尼尼尔男爵打开了保险柜, 从里面拿出了两捆雷管, 采石厂那种地方经常使用的, 想设置陷阱, 炸死黑鞋罗杰。 有点难吧, 那可是邪术式。 鲁米安没有询问, 看着布里尼尼尔男爵走到靠近市场大盗的墙壁旁边, 推开了两扇玻璃窗, 这位萨瓦党的头目将两把雷管放在了窗台上面, 然后掏出火柴, 刷得哗然, 紧接着, 他点燃了一捆雷管, 望了眼黑暗中的市场大盗, 仰手将炸药扔向了道路中央。 路易斯等黑帮打手, 看得都傻住了, 不明白男爵究竟想做什么, 鲁米安念头一转, 瞬间明白了过来, 不住在心里赞了一句, 很聪明吗? 轰隆, 那捆雷管在市场大盗正中爆炸开来, 积得周围区域的玻璃哗啦哗啦作响, 路旁仅有的几个行人有下柱, 摔到了地上, 受了点轻伤, 有的则发出尖叫, 捂着耳朵, 慌乱地奔向附近可攻躲避的地方。 布里尼尼尔男爵瞄了一眼, 又点燃一捆雷管, 扔向了没什么人的路中央, 真要因此造成了伤亡, 后续处理会很麻烦, 他也不想因此被官方的某些人盯上。 轰隆, 爆炸再次发生在市场大盗江景总局, 永恒列阳教堂, 争气与机械之神教堂都有了一定反应, 微风舞厅和附近建筑内的人们都很慌乱, 但又不敢出去, 布里尼尼尔男爵拍了下手, 走回之前那张木桌, 拉过椅子, 坐了下来。 他恢复了往常的姿态, 微笑对卢米安道, 现在没事了。 警察们神职人员们都被惊动了, 肯定会有一些过来查看就已发生了什么事情, 其中很可能会混着官方非凡者。 而和萨瓦党和他都关系不错的警官免不了上门巡, 这样的情况下黑鞋罗杰纳还酣发动袭击, 他们不可能去赌没官方非凡者关心爆炸的事情, 毕竟一旦赌输了, 他们就彻底完蛋了。 卢米安没料到, 布里尼尔男爵在极短时间内就想出了怎么逃过黑鞋罗杰袭击的办法, 而且终紧只是利用了手头拥有的那些物资, 这让他图谋暂时宣告了失败。 不愧罪萨瓦党的大脑危急时刻的反应和极致比马格特, 铁锤, 艾特这些人强多了。 卢米安暗自择了一声, 没管地上的铁锤尸体走到布里尼尔男爵的对面坐了下来, 他回忆笑容道我到这里来寻求保护, 果然是非常正确的选择。 听到这句话, 布里尼尔男爵差点被一口唾液给噎住, 要不是他头脑足够出众, 现在已经被连累, 很可能死掉。 布里尼尔男爵缓慢吐了口气, 忘了眼地上的尸体, 对路易斯等人道把他拖到包厢里藏好, 等下应会有警官上来。